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Toyota Harrier第一代的故事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跟大家聊到Harrier这款车 那么Harrier这款车就是第一代的Lexus RX 一直以来它的日本版本的名称了 当然了Harrier没有第三代 因为第三代的时候日本把Lexus弄回去国内去贩售 所以Harrier没有第三代 但是第四代又重新复活了 这个相当的有意思 我们上次主要是跟大家聊到Harrier在日本 也就是第一代RX在日本的这些故事 我们最后跟大家提到说它的小改款车价稍微上扬了一点点 那么最贵的车型是3.0四轮传动的IR的版本 但是我们在上一集跟大家埋下了一个伏笔 其实真正第一代的RX 不是RX的第一代的Harrier最贵的车型 对不起 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3.0IR四轮传动版本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超级特资车 这个特资车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特资车全名叫做Harrier Zagato 相信各位听到Zagato这个名称会议论 Torota什么时候跟Zagato合作了 如果各位你对日本车有点研究 你会发现Zagato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在日本车里面 早在这个泡沫经济巅峰的时候 1989年 Nissan就透过Altek指部门去跟Zagato推出了 Zagato Steluvio Zagato Gavi 这两款很神奇的车子 而且当时也创下了日本有史以来最贵车的记录 这个记录应该是到后来 这个LS600HL或甚至Torota第三代Sentry才被打破 这个车真的超级宇宙无敌贵的 那么Harrier怎么会跟Zagato这种东西扯在一起呢 这个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 据说因为在日本当地Zagato Harrier并不是由Torota的通路去贩售的 我们都知道Torota在日本当时有好多个通路 有什么Carola店 什么Torota Vista 有什么Torota Auto 后来改名叫做Torota内子 然后还有Toropeto 什么有的没的 不好意思 Harrier Zagato他都不在这些经济商卖的 他在哪里卖的呢 他在Madorista 听过Madorista表示你对Torota真的是蛮有研究的 就是Torota的改装的御用 不是御用 就是Torota官方的改装的部门 Zagato这个车子跟Madorista的结合 大概是这个样子 据说是196年秋天 Zagato的执行长接受访问 那有人就跟他问说 哎呀你有没有兴趣跟这个海外的这些设计室合作啊 推出馆很有个性的车啊 嗯那个这个Madorista的这个执行长呢 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啊 于是他在1997年的春天就去访问了这个意大利的Zagato工作室 那么一拍集合了 双方都觉得哎呀的确确我们可以来搞一个车子 因为Zagato也对Torota合作也是很有兴趣 因为此前没有跟Torota合作过啊 于是呢这个两边就开始脑力鸡蛋哎呀我们这个车怎么去改装啊什么的 在1998年的1月东京Auto Salon发表 那各位要了解啊这个东京Auto Salon呢并不是东京车展啊 是东京改装车展啊这个道理不一样啊 那么一发表的时候哇惊为天然 哇大家觉得哇天哪怎么修理车有这么 呃呃呃这么有个性我不敢讲帅气了哦 这么有个性的外型啊 各位这个Harrie Zagato长什么样了 各位自己去Google一下啊 这个外型各位看来一定会傻眼 哇怎么长这个样子啊 那么他一直一直到1998年的5月才上市啊 那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哎 你在1月的时候东京Auto Salon发表的时候这么有人气 那你为什么拖到5月才上市呢 这里不能怪Modelista 因为这个车子的外型非常的特别啊 这个外观是手工敲出来的 所以对Modelista来讲哇 为了这个生产这个东西煞费苦心啊 而且呢他的车子的宽度呢 比一般版宽了8.5公分啊 所以他在这个日本国土安全省这边 国路交通省这边要做重新的认证啊 那么他的这个内装也好 他的配备好大概是比照了所谓的G package 而且他里面还有这个JBL 那他总共限量200台 原则上是红色啦 那另外提供了黑色跟白色三种颜色啊 那这一批车呢售价是363.5万啊 那么对照起来呢 他比他的原型车呢 贵了大概100万日币左右啊 算是相当的贵 也是第一代Haria这个最贵的车型 而且很好玩啊 这个TOTA好像玩上瘾了 这个第二代的Haria 也就是第二代的RX呢 在日本当地也有出一批这个Zagato的版本啊 而且那一次呢 他还打了一个名号啊 就是Zagato50周年纪念啊 那当然也是全国限量贩卖的这个车型啊 这个呢 关于二代RX 二代Haria的故事呢 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讲 那以上呢 是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日本当地的Haria 第一代Haria的故事啊 接着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海外的事情啊 我们在上一集有跟大家讲 其实第一代的这个Haria 本能在开发阶段就知道 他要面向海外 他要成为Lexus第一款的这个休旅车 于是呢 当初在外观设计比稿的时候呢 就让这个加州的CALTI设计师啊 一起来参与 当然最后呢 这个加州的这个提案是被打掉了啊 最后这个外观还是走这个日本 这个Toyota设计师的这个提案啊 那么在海外方面呢 最早是1997年的 西加古芝加哥车展呢 发表的SLV的概念车 那SLV呢 全名叫做 Sport Luxury Vehicle 也就是说啊 其实在当时 大家还没有提到这个SUV Sport Utility Vehicle 而且也没有把它结合成LSUV 而是直接讲到叫SLV了啊 那么这款车呢 他一开始发表之后 也是在这个车展获得相当的回响啊 不过呢 北美是要一直到1998年才正式上市 那么第一代的RX呢 基本上都是在日本的九州工厂去生产的 而且也蛮好玩的哦 海外版呢 跟GS不一样哦 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这个第二代的GS 这个日规当地呢 是4AT啊 那海外的GS3本呢 是5AT啊 可是呢 到了RX这边呢 哎嘿 不好意思 这个海外呢 跟日本国内版呢 哎哎 都是一样都是配4AT而已啦 那么在外观上来讲呢 这个跟日本国内版 基本上大通小异啦 比方说都是采用这个外拉式车门啊 那C柱跟D柱呢 造型都很特别哦 只是呢 海外的这个内部呢 稍微有点差异啊 海外的版本呢 标配240W的Pioneer音响 那选配是Nakamichi的音响 跟日规呢 有这个JBL是不一样啦 那么这个一开始呢 在海外的版本VSC是选配 要一直到小改款的时候呢 才列为标配 那台湾这边的市场呢 是1999年的9月28号呢 在台湾发表 其实在7月就开始接单了 而且呢 1999年当年呢 RX300的配额只有400台 而且呢 在发表之后一个月卖光光 那当时呢 台湾只有发表单一的车型 其实RX300这个车子 一直以来在台湾 大概都只有单一车型 没有说两三个规格这样子 那么当时呢 售价是178万 那因为它卖得很好嘛 所以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 售价稍微调涨一点 还是没有影响到它的销路 2000年是呢 这个售价提高到180万 而且配额呢 大幅调到1500台 还是相当的好卖 那么在海外的版本 也就是台湾这边的版本呢 一样有这个中央这个内建整合资讯萤幕 但是少了这个卫星导航啦 而且呢 海外的版本的影响呢 也是内建的哦 内建的影响的好处是什么呢 不怕被偷 坏处是什么呢 非常难改 因为在那个年代 影响真的很容易被偷啦 那么海外的版本的引擎呢 跟这个日规基本上就是少了2.2 就是3.0的这个EMZ VBTI 223P 那么至于在台湾的这边配备 算是相当的不错啦 这个前座 窗前座的内侧都有中央扶手 那手套箱内有6片CD 驾驶座两组机 自动大灯 后出风口 真皮方向盘 天窗 那么这些呢 很多都是在这个海外呢 是做一个选配的一个动作啦 那么当然呢 在这个时候 RX呢 也在海外标榜 它是GOA的这个车底啦 那GOA这三个字呢 各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GOA这三个字呢 这个详细拆解出来 就没什么意思啦 就是什么 Global Outstanding Assessment 这个翻译起来 要怎么翻 我也是搞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一个 形象化的一个概念 就像什么Sky Active 类似像这个样子啦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 也进行一个小改 就是2001年式啦 标配是VSC跟BAS 那么外观呢 做了一个小改 内装呢 多了这个皮目方向盘 内建电子裸盘的中央后视镜 那排档感呢 也多了这个木头 后座呢增加了3.4的安全带 那售价呢 继续往上调了一点啦 193万台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 在2000年的时候 配额有大增 那时候还卖的不错 可是2001年开始呢 RX的销路就开始下跌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台湾进入一个 比较不景气的一个状态啦 车子就稍微比较不好卖 于是呢 从2001年开始呢 哎 Lexus开始出了一堆特试车啦 2000年3月呢 首先推出了Vertex Edition Vertex Edition的做法呢 跟当时的GS Vertex Edition的做法差不多 就是外观多了一些 运动化的一些套件 那么最重要呢 是这个旅圈呢 改成这个镀铬亮晶晶的样子 那销路呢 还行 于是呢 在2001年的5月10号 又推出了另外一个特资车 叫做Silver Sport Silver Sport是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日规版的这个IR version 也就是呢 它标榜的是它运动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呢 它配的是比较硬的 欧规RX300的懸吊 那么logo啦 车头的Lexus logo 换成黑底 水箱罩中网呢 也换成网格式的 那么再配银色的车领架 尾翼 那么内装呢 改成黑色的 那么试板也从木头改成银色的 还有打孔的针笔方向盘 打孔的座椅 那售价呢 维持这个2001年式的 这个197万了 那么到后面呢 还有一款就是RX300的Aero Edition 有100台 那免费加装6万块的空力套件 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出来的 也就可以知道 就是RX虽然它一开始在台湾卖的很好 可是很快呢 就遭遇到不景气的影响 效率就开始下跌 那么甚至呢 到它产品的最后期呢 还推出了HID四样车啦 并且配了这个120万24期零利率 来促销啦 这个是2003年式时候的事情啦 其实呢 撇开台湾啦 RX这款车呢 在全世界真的都卖的 算是相当的不错啦 我们有讲过 RX这个车子一推出之后 立刻就成为Lexus的 这个销售第一名的车型 一直到后来推出的NX 才取代了RX 那么第一代呢 我们这样算了一下 它全球的市场 RX大概卖了37万台 这个销量算是非常的亮眼啊 于是呢 在第二代的这个RX呢 它又进行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把这个车呢 改得非常的雍容华贵了 当然我们要再次想调 这个二代的RX 在日本是妈妈买菜车 因为呢 二代的RX在日本呢 跟三代的这个RX是并卖了 也就是说呢 同一时间呢 有Harrier Harrier Hybrid 还有这个RX的第三代 同时贩卖 那当然呢 这个第二代的Harrier 就变成一个比较入门级的一个车型了 所以呢 这个在日本国内 跟在海外市场的定位呢 从二代开始就很明显的一个区隔 这个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聊一聊 好 那么第一代的RX这款车的故事呢 我们大概跟各位讲到这里 至于这台车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呢 小弟我之前呢 曾经有借一个朋友的车子 来开了一下 来爽了一下了 基本上呢 我只能说这个车子开起来 就很Toyota 你会开Corla 你会开Camry呢 这个车子你也可以开得得心应手了 这个车子一样有Toyota 它平易进来的特性 而且呢 在当时来讲 我不得不说 以第一代RX当时来说 这个车的内装真的是很高级啊 你比起同时间的BMW X5啦 比起这个ML啦 你可以觉得这个双B的车子 可以一边凉快去啦 RX这个配备呢 真的是这个视觉看起来 哇都是这个米色的真皮啊 都是这个核桃木啊什么 看起来就爽啊 看起来就开心啊 那么这一颗引擎呢 220匹马力的这一颗EMZ引擎呢 动力算是够用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这个时候的RX 基本上都是四轮传动啊 所以开起来稍微笨笨的 但是我觉得也是够用啊 至于你说拿去越野呢 我看就算了 因为这个车子 感觉起来它底盘的这个结构 不是很适合去越野啦 但基本上在都会的修理用途来讲 应该是绰绰有余啊 那么这个车子 当然你现在的眼光去看啊 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可是我认为在当代那个时候 算是一个不得了的标杆 尤其呢 对这起当时这个Toyota卖到挂掉 这个低带的RIV4 哇 这个RX呢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啊 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也难怪了啊 RX到现在呢 不要说到现在 在当时呢 它在北美的销量呢 也超过了这个QX4 也超过了ML320 那么当年在台湾的销路呢 也是这个样子 甚至呢 到现在为止呢 低带的RX呢 还是有相当的中古行情 我们这几年有所谓的 报废换新车退税5万块 你要看到低带的RX 因为这个理由 拿去夹掉退税5万的呢 非常少 可是相对呢 QX4跟这个低带ML320呢 我们在报废场看多了啦 这也真的是难怪 因为这台车真的是 蛮高级的 而且也没什么问题啊 开到现在基本上 这个没什么通病可言啊 那这个车又相当的平静人 又相当的保值啊 所以呢 如果各位有兴趣 要找一台 90代后期的LSUV呢 我个人也真的蛮推荐 你可以去找低带的RX啦 当然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低带的后期 因为低带前起 那个车头车尾的造型呢 看起来比较呆一点 后期的造型呢 看起来比较运动化 而且后期的这个 头灯呢 改成金钻的 尾灯呢 也改成金钻的 看起来这炯炯有神啊 这个视觉上的效果也比较好 那么内装的配备呢 后期也看起来比较高级 这个呢 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OK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一聊呢 这个第一代Toyota Harriot 还有一款神奇的特色 叫Harriot Zagato 以及呢 第一代RX在海外市场 还有台湾市场的一个表现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 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午再聊咯 拜拜